北京时间9月9日,自从詹姆斯离队前往胡人后,骑士就已经开始了重建和洗牌,之前他们连续试图交易JR和乔治希尔,再都没有成功。 今日,克利夫兰老师任邦,著名记者Overdon带来最新消息,罗德尼胡德拒绝了骑士对一年340万和3年700万合同,他想要一份平均年薪900万的合同,目前双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,胡人上赛季中期选择加盲詹黄骑士,在加入骑士前,他场均16.8分2.8版1.7助攻,方汇非常全面, 军师甚至给他开出了4年7500万的合同试图留人,但就是这样,胡德还是拒绝了大合同,他认为自己能拿得更多,然而加入骑士后,胡德并没有在詹姆斯身边找到感觉,场均只有10.8分和2.6晚了,气候赛更是只有5.4分1.8版,彻底消滑,现在骑士,却肯给他开出700万年薪的合同, 比之前的1875万年薪低来2.6倍,现在看起来,胡德拒绝7580的续约,恐怕是个错误的决定,NOXV